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来个赞,抱拳了,咱们书记上回您看讲道,在当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在山东济南三阴县,有个狱警煤矿,刘汉,唐宪斌和米晓东,在这个矿区的东南角发现两个可疑人,以为他们是偷煤的,当时这两个人是山东济南阿世这边行政大队的大队长,叫做陈小智,以及一个矿工叫小秦,李英外河 他俩搁着,埋这个萧安小渣渣呢,此时呢,间隔五十米的距离,刘汉拿个手电筒那么一晃,哎,这俩人急伤伙似的搁着,捅个什么呢,刘汉,当时都着急,有点磕巴了,干头没的,是不是 巴巴的,当时这边也就听见了,你看这陈小智这就回头,快,快,别给我大毛,快给我买,马上买完 当时这边小秦机动工程开始买,小秦说,那个陈队长,可能是大精老头过来了,这比养着,一天尽管闲事 当时这陈小智说,你先买,我过去应接他们一下,陈小智当时啊,背边有一个亲戚寺,这么一握 就往前猫腰,走了两米啊,此时呢,刘汉,唐县斌和米小栋继续往前跑,拿着手电筒,赶着跑,赶着火,赶着喊 这边,这陈小智这一刻啊,我操,这走不了了,当时拿着把七七四,啊,也没合计太多,啪擦,往前面一打 其实也不想把他们打伤,此时啪擦一下,枪声响了 刘汉,他经过这种事情,啪擦一下,下一次握倒了,唐县斌呢,啪擦也握倒了 把自己的七四拿着,啪擦回击 这个时候,咱讲话来,这米小栋没经过这个事啊 他这一看,他俩握倒了,我操,是不是中弹了 米小栋杀他人,他就往车那边跑 此时呢,这陈小智这一看,我操,这也不是大精老头啊,这都还击了 米小栋这一看,有个小子站着往车那边跑 一步做,二步行,啪擦一下 当时米小栋正往前跑,是,啊,哦 直接,打尖达鼓子,啊,啪擦一下 就卡了跟头,哦,当时又握倒不起 唐县斌这个时候又还击了 此时呢,咱说小琴已经埋完了 陈队长,快,快,我们撤吧 啊,这边你看,这陈队长又还了一击,这边就往外撤了 这唐县斌,他也是很人啊,就要往前追 刘汉基一看,唐县斌,你别追了,啊,啊 想话里,这米小栋受伤了,你得保护我啊 再一个,啊,穷怒没追啊 当时唐县斌这一看 汉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快,去救米小栋 你看他俩当时,也就去忙活米小栋了 这边也就跑了,也没有到这五四米开外 到底看他们在这现场干什么呢 此时呢,把米小栋也就要往医院送了 这边,陈小智和小琴呢 他俩,反正小琴是这个矿工 里应外合,他们也能出去 此时呢,这唐县斌开着包马插舞 拉扯,米小栋,米小栋当时咬着后头压都要咬死 啊,可扛不了了 刘汉说,你眼着点,啊,谁叫你跑呢 巴巴的往医院就要干了 三阴县医院 此时呢,刘汉这一看,不行啊 现场发生这么大事 得把电话打到给周公子 当时周公子正在山东济南青照酒楼啊 五星级大酒店 接到刘汉的电话 冰公子,不好了 怎么了,刘汉 这边矿场又出问题了 米小栋刚刚被拿枪给把金家国打伤了 周小斌当时沉思了片刻 他想着米小栋 之前也是跟过我南征北战的 由于害怕 所以回到北京中西集团干文职了 你刘汉唐县斌 也是干武职的 刘汉是文武双全 这边为什么没有保护好米小栋呢 周小斌反问 要想责怪刘汉 但是也得了解现场情况 而现场到底发生什么事件呢 冰公子我哥 我们跟唐县斌俩 刚要送米小栋回到这个清照酒楼 来两个偷没了 米小栋他们持有那个枪子 给我们还击了 我们本打算保护米小栋 但是我们卧倒 米小栋不卧倒 后来他才卧倒 因为是中枪了 所以说 我们俩没有保护好他 当时周小斌这一听 刘汉也是 就是说先承认错误了 周小斌认为 刘汉也没有错 而这样吧 你们现在是正往医院去吗 说对 米小栋已经疼晕了 那这样 找最好的医生 这边呢 有没有报告当地的小儿子 说还没呢 别报告了 一会儿到玉井煤矿区 你看啪叉这么一挂 周小斌认为 这持有枪子到煤矿 把他们的银打伤了 可能就伤了银 第一 是某参谋 叫做张参谋 某军区的 第二 也就是玉井煤矿 原先那个矿主 叫做张晓文 第三 也就是段参谋 派的爷 所以说呢 周小斌因为 报告当地小儿子 可能还得袒护他们 不如说 我包了这么多煤矿 我也有经验 我赶上福尔摩斯了 你看所以 要刘维准备好 这个车 还有AK47 因为他们手里还有一辆 这个宝马X5 是米小栋从北京开过来的 也挺狠 当时备完车了 一路前行 也就去往了 玉井煤矿 晚上九点多钟 来到了 这个玉井煤矿 当时保安不让进呢 他不认识这个周小斌吗 这边刘维告诉说 这是你们的新老板 这边你看 咔咔一出证件 就原来是老板 周小斌随后进到大院 当时也是通过刘汉告诉 在哪个方位 东南角 过去也就找到了几个 774的小蛋壳 这边他也没有去查那个石堆 下面埋的那小安小沙沙 拿到小蛋壳以后 周小斌回到保安室 问保安 而今天晚上有没有可疑的人到我们的大院啊 保安这一听 可疑的人 没有啊 周小斌说 再好好想一想 说真没有可疑的人 倒是有其他的人 而其他的人是什么人呢 那其他的人也不是可疑的人啊 当时周小斌 这么挺无奈的 啊 这一个保安吗 刘威当时激烟了 啪啪 嚎好过来 你骂的啊 周公这问你话 你哪那么多废话的 说 谁 啊 这个 是一个亮的证件呢 啊 就是 他说是山东济南 某阿师 行政大队 大队长 叫什么字 我就忘了 给我看证 证件了 我是保安 人家是阿师 我也没敢多看呢 而他到里面干什么 所以说是到里面 是是调查一下什么 不知道啊 是说走了 周小斌当机立断 也就知道了 这个行政大队 大队长 叫做什么字的 应该是老段派来的 因为张小文 已经在小剑姐里了 那这个张叉茂 要派应该是派的小冰冰 所以说呢 也只有老段了 啊这样刘伟啊 把家不是带着 我们走 找老段 此时呢 刘伟开着车 讲话里 冰公子 我们上哪 找老段呢 把车挺下 当时周公子 把电话就打到 给了刘汉 刘汉 当时跟唐宪斌 在这个三一院 正要抢救 这个敏晓东呢 搁这陪护呢 这边电话 这么一接通 周公子 那个 哎这样啊 因为周公子 没有 这个老段的电话 刘汉也没有 所以说呢 周公子 必须 跟刘汉 要刘海燕的电话 啊 你这样 哎 把刘海燕的电话 给我一下 刘汉当时这一瞅 别跟我说 我哥 你晚上要四活啊 你这样 你四活 你给他整点 那个红酒什么 这拿散漏着啊 带金 你放屁 我要刘海燕的电话 我找老段 因为今天晚上 矿上的事情 跟老段有关 你别给我扯皮 你爱上刘海燕 是你的事 啊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刘汉当时 这一活操 你想说 我来这陪护 你给上了 啊行 我马上发给你 啪啥这么一网 电话发到 这个周公子的手机上 刘海燕 你把电话 打到给刘海燕 因为周公子 他压根就没看好 刘海燕 这边 你看 这刘维就把电话 打给了刘海燕 刘海燕当时 在自己家里了 一看北京号 当时也是九点多钟 将近十点 也就给接了 喂 你好 谁啊 你好 我是周公子的手下 我叫刘维 周公子找我呀 我得找你 你在哪了 我在家了 你这样 周公子 说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在清朝九楼见 说行 那个行 那我马上过去 啊 行 好 怕擦这么一挂 刘海燕因为 卧槽 这之前刘汉说 四活四活 四了三天 果然 我想攀这个周公子 因为周公子 给老段两个嘴巴 老段都不敢反抗 所以说呢 我 要是被周公子上了 我就不用 惧怕老段了 这边 葛家 浓妆艳抹的啊 柳艳梅 杏艳眼 樱沟鼻 樱桃小指 一点点啊 真和嘟嘟唇抹的啊 整的什么马尾片啊 呱呱的整上了 就是为了迎合周公子啊 这马尾片当时说 来个那么推车 这那你扯着啊 有这种想法 当时这边准备好了 周公子和这个刘维啊 也从这个三一线 往这个清朝九楼啊 山东济南这边 清朝九楼赶来 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到了 当时在清朝九楼 楼下这么一等 这边呢 这刘海燕 也是化好妆了 女人化妆慢了 最少四十多分钟 而且他更慢 因为今天晚上 要被周公子迎合 那是他个人认为的 这边 也在这个 十点半到十点四十 也就到达了 这个清朝九楼 门口啊 这刘海燕 开的是一辆黑色雅阁 牌照 鲁AG 6296 这个牌照 有很大寓意啊 当时 到这个门口 然后把电话 又打到给了周公子 这边还是刘维接的 电话这么一接通 刘海燕说道 说那个 还是您 这个周公子 宅哪个房间呢 我已经到了 这个清朝九楼 门口了 我上去呀 说 我们冰公子宅车里了 你是什么车呀 我那个是 那个黑色雅阁 鲁AG牌照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这样 我们是一辆宝马插舞 已经打着松散了 你下车 我也下车 我招手迎接你 刘海燕当时这一听 好 夸插这么一挂 刘海燕因为 卧槽 刘海燕也没有说 这个周公子 喜欢车阵呢 太刺激了 你看他下车的这一看 前方有个宝马插舞 没有挂牌照 挖挖也就过去了 刘维格的招着手 这么到跟前了 说你到后排桌坐着吧 这个周公子 在后排桌上 你看 爬扎把门一打开 周公子呀 你看 扒扒上去了 上去了以后 咱讲话 刘海燕 迫不及待了 先把小山 划刹 这个小凯山 爬扎一拖 当时一整 这个姿势 想勾引一下 这个周公子 而且免一些嘴唇 你看这个时候 这刘维夸杂些 他也上车了 跟主驾驶一把方向盘 这火也没有灭 这火没有灭 当时 这以为是打的这个 暖风的 哎 这边 说车阵 说恼凤点 但是刘维上来 是怎么回事呢 刘海燕当时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不能 能不能是俩人啊 车阵俩人也没试过呀 当时他就问了 说这个周公子 你们几个人啊 周小斌说 我们两个人呢 那个两个人呢 两个人也行 但是 那个 你先来呀 周小斌说 什么我先来呀 说这个 你这样吧 你要是一起的话 到楼上吧 楼上宽敞 这车里 当时周小斌 也是迟疑了片刻 这 刘海燕 越说 他越 抹这个嘴唇 越敏啊 当时一撩头发啊 你看这身体 确实是勾言 但是周小斌不喜欢他 刘维当时 瞅得都直眼了 这边周小斌说 没事在勾引我吗 你说呢 这样 刘维 你把他带到车下 那个意思 你先开导开导他 你给他开点皮 我不喜欢他 当时 刘维说你下来 刘海燕 当时这一撩 那他先来呀 好吧 你看他也就下车了 当时下车以后 刘海燕 因为我操 这是先干野战后 后代车阵 然后到酒店里 你说今天晚上 也得忙够呛 腰也扛不了吧 当时下车以后 是这么想的 这边刘维讲话来 你骂的啊 你别 以这种摇摇的啊 深知和语气 跟周公子说话 周公子不喜欢你 你给我上车 给我老实的 找你有思想 你们什么意思呀 回到车里 给我正常点 打死阿娘 刘维把车门一开 把刘海燕 哗啪往里一怼 周公子 你找我 不是那点事吗 周小斌说 你这个娘们 你就知道床上的点事 我问你 老段 他在哪呀 老段我也不知道啊 他在家了吧 跟他媳妇在一起了 而他家里在哪 说 你们要干什么呀 对不对 你之前 你打老段两嘴巴 我领你到老段家里 你瞅你们俩 气胸也不好 这边 再那么一瞅 刘维 跟前面 主驾驶 已经插了一个AK司机了 当时给刘海燕 都要吓哭了 说你们到底 要干什么呀 周小斌说 哎 这样你不用害怕 你马上告诉我 老段的具体位置 他在哪住 而且你必须领我们去 如果你办到这两点 我保你相安无事 我有言的话 因为老段今天晚上拍赢 把我的好兄弟肩胛骨给打伤了 我必须处置他 我说 你不想走在老段前面 你最好带我们去 老段该死 你这样 老段在藏丘区 卢山路 哪个哪个小区了 我带你们去 你看巴巴 刘维当时开着车 这边也就去了 当天晚上 11点钟 就到达了这个卢山路 当时左边那个楼 105 这个防卫 这边当时周公子和刘维下车以后 把刘海燕锁在宝马插舞车里 这个车上等着 而你敢走 我必拿你 你看 这边巴巴 周公子和刘维 拿着一把AK47 也就来到了段姐姐的门口 这边 段姐姐她媳妇 她是个大夫啊 懂得养生 现在已经睡着了 当时启动光荡敲门 知道她媳妇当时 皮银挺抱 起来以后 谁呀 鸡闹闹的 搁这毛眼 当时这么一看 是俩男的 老段呢 谁呀 老段当时过来这一看 这刘维端着一把AK47 周公子刻意让刘维端着 给里面一看 而我找老段 老段说你们谁呀 而我是周小斌 而如果我三个数字内 你不开门的话 我把门给你打烂了 我今天晚上要了你的命 如果你开门的话 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就相信 即使你报告小二事 我今天晚上 不能把你怎么定 之后 我会把你碎尸万段 所以说呢 你把门开开 我们谈一下 这个意思 你开门 今天晚上就没有事 老段当时 隔里边 思索了三分钟 想着 报告小二事 也没有用 毕竟他是周大老板的儿子 当时 战战兢兢的 所以说 能做到这个段位的 不是咱们普通人 想的 不开门 人就开门了 一开门以后 当时一进屋 周公子一甩头 刘维当时 把扎一下子鸡 给这个段鸡鸡 先撈了一下 他媳妇当时 上前 刘维爬插 AK47顶上 你妈的往后端 呱呱 直接来到客厅 这边周公子 选择坐下来 你们俩给我站好 你这样老段 今天晚上 不会要了你的性命 但是 雷鲁石跟我说 我预警没框 我的好兄弟 梅晓冬今天晚上中枪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老段派的人 但是 他是山东济南 行政大队大队长 叫做什么志 应不应是呀 老段当时愣了一下 周小斌 也是察言观色 这一瞅 又提升了 20%的 这个 揣车 应该是你老段 你这样 我不管你应不应是 你马上是通过你的电话 还是通过其他渠道 你把电话打给这个叫什么字的 如果说 你打电话期间 敢说其他的 我当场把你逼了 如果说你打的不是给什么字的 我当场把你逼了 你看当时 给这个老段吓的 这边你看 情急之下 他也考虑不了这么多了 说吓 我打给他 巴巴巴 就打给陈小志了 陈小志当时这一刻 十一点钟 他姑父来电话了 喂 姑父 他俩之前也有一些暗号 姑父 这么晚还没睡 没睡 这陈小志这一听 他姑父 说话无精打采的 而且挺无奈的 他当时心里画魂 姑父 您在家了 啊 这边当时你和你这说话语气 对不对 周小斌当时一直留意 这边AK17一顶 讲话 你那么好好说话 啊 说姑父 那个 啊 你晚上喝酒了 啊 我喝了点酒 现在有点迷糊 说姑父 你这样 你这个 你早点休息吧 今天晚上没矿的事 虽然有 有点小插曲 但是一切顺利 这边你看 夜深迎镜 迎镜啊 这屋内 他俩打电话都能听见 周小斌 这一听煤矿的事 周小斌一白说 四溢 断机机 你让这个什么字的 到你家里来 啊 断机机 他也看明白了 啊 那个 我睡不着觉 你这样 今天晚上 这样吧 你姑睡得着 你到我家来 我们俩详细谈一谈 啊 详细谈一谈 这边详细也就是暗号了 这当时 这一听 姑父 那个 这陈小致理解是两个暗号 可能是姑父今天晚上连夜要提拔我 他没想到姑父在家里能被人挟持了 想 我马上过去啊 姑父 啪嗒这么一挂 你看开着自己的这个捷打 当时也就 也是公车 哦 巴巴 也就去了 十一点半 当时也就到了 这边 这周小斌 安排 刘维拿着一把 AK47宰门口等着 周小斌 面对的是断机机 还有他媳妇 周小斌手里拿的小卡卡 哦 他俩也不敢动 这断机机当时腰也是不好 哦 这边说 哎呀 周小斌说 哎 别这样 如果你累了 累就跪下 如果你不累 你就继续站着 哎 这一瞅 我还不能让坐着 我自己家不让坐着 那我就站着吧 你看话音刚落 这个时候 这陈小智也就出门了 这刘维 哗嗒把门 这一开 当时陈小智 陈小智硬露眼帘 刘维他不意思 他以为走出门了 往回一手 刘维爬叉一下 给顶上了 陈小智想出去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房间呢 哗嗒给顶上 你妈的 往里进来 这陈小智刚要摸腰 刘维 直接转过去 就给顶上了 直接把这 七七四也给他下去了 直接给顶到屋内了 陈小智一进去 你看 姑父 姑 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边 你看 段继继说 他是周小斌 周小斌 啪嗒一拍桌子 你别再 再说话了 你叫什么智呀 我叫陈小智 今天晚上 是不是到我 玉井美矿 那个 那我去了 你去干什么呀 我那个 我找个朋友 周小斌 直接把这个 蛋壳 就拿出来了 你找个朋友 在现场 你抠灯 搬机了 如果说你找个朋友 应该去偷煤 你偷几百斤 几千斤 几吨 我都不会责怪你 你既然把我的好兄弟给打伤了 你成不成硬呢 这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 抠灯 搬机呀 而我的父亲 是北京前二十部的一把 如果说你这么糊弄我 我把这弹夹 拿到北京 留在手里的你那把七七四 也鉴定 如果是你 我把你碎尸万段 这边当时 这陈小智一看瞒不过去 哗嗒一跪下 确实是我 对不起 周小斌说 对不起有用 要枪干什么 刘维夸杀又使劲怼了一下 给这个陈小智当时怼他 只瞅他姑父 他姑父当时也不敢瞅啊 这边周小斌又说了 我这样断机 我打你两个嘴巴 你都想着要报复我 而既然 他把我的兄弟给打伤了 你说我应不应该报复我 啊 哎呀 哎呀 哎行了 我也就不打扰你们夫妻俩休息了 我把他带走 可不可以啊 啊 这边 你看也是无奈啊 而周小斌刚要带走的时候 这陈小智瞅他 他姑父 他姑父卡了眼 讲话我会救你的 回首 这 断机机又说了一句 周公子 留下不 我有一个非解的问题 是谁 告诉你我的住处的 周小斌说 三个字 刘海映 爸爸 你看 也就把这个陈小智给带走了 这边 他姑子一看 把陈小智带走 哗嗒 要这个抱小阿神 你看 这段机机也选着沉默了 一拍 把电话线给拔了 别报告小阿神 他是周大老板的儿子 那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时候 这 他俩 可这 就有点吵嚣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不怎么办 你说你 行 陈小智被抓走了 刘海燕怎么回事啊 你说你不跟他断了吗 你怎么又跟他扯了 你说你成爷是刘海燕 你背你也是刘海燕 你背他那臭眼 你早晚就折腾死 说我知道了 刘海燕 我必拿他 你看他俩个无奈超好 此时呢 周公子 刘维 把这个 陈小智带到外面以后 周公子告诉刘维 开陈小智的解答 把陈小智 直接摁到后备箱里了 不让他操操 那么周公子当时开着车 拉着刘海燕 搁前边 就要去到三一县的医院了 这刘维也跟着去了 那当时 这段季季跟他媳妇来家 操操以后啊 他一开始 不想让他媳妇报告小二十 但是他这么一合计 不行 这一系列的事 龙果说 陈小智 扛不住 周小斌的折腾 把这个长小渣渣的事 给说出来了 那事情更大了 所以说 他当时把电话 也打给了 这个山东济南 阿什局一把 叫做刘兴云 你看刘兴云 当时接到段积极的电话 他会不会帮段积极 来 缉拿周小斌啊 你看 故事嘎嘎精彩 咱们下集 见 7 8 7 8